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东半部地区虽然明天还是会下起零星小雨 但是雨量是非常少的 所以整体上来看明天天气都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这样稳定的天气到了228要变天了 因为礼拜三受到封面通货的影响 而且预估这波封面系统结构相当的扎实 所以除了全台都会有雨之外 在中部以北还要特别留意会有大雨 甚至是雷雨发生 那么目前预计这一道封面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预计礼拜四远离之后 礼拜五开始各地天气又会再度放浅了 所以在温度方面 未来几天的气温也会像春天一样暖和吗 我们透过下一张温度趋势图 带大家来看未来几天的温度状况了 首先从北部地区来看 明天天气也是相当的稳定 不过到了礼拜三 礼拜四受到封面影响又会开始下雨了 不过预估这波封面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从礼拜五天气又会恢复稳定 而且周休假期也都可以见得到阳光露脸 在高温方面 未来几天的变化也不大 因为吹偏南风的关系 感受就像春天一样舒适 高温都有25度左右的高温 那么接着再从中南部地区来看 这个礼拜除了在礼拜三的时候 中部会下雨 南部天气维持稳定之外 从周四之后都会是太阳露脸的好天气 而且也因为吹偏南风 白天气温偏热 高温都可以来到26度以上 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高温甚至会来到28度 而且周休假期 高温更有可能突破到30度 不过周南部要特别注意 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 日夜温差至少会有10度以上 温差相当的大 因此清晨出门除了要注意 会有农屋之外 早晚也记得要加件外套了 接着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 东半部地区 中午前天气状况都是相当不稳定的 而且雨或多或少都会下 另外在气温方面 礼拜二一整天都是偏凉的 不过从礼拜三之后 气温就会逐步回升 感受将会越来越舒适 那么至于各部落更详细的天气 以及温度资讯 带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所以来到台东南雨高温23度 低温20度有短暂震雨 太马里金峰大武达人 高温22度低温15度 延平台东北南高温23度 低温14度也有降雨的机会 海端池上观山路野 高温22度低温12度 长宾成功东河高温23度 低温16度也有降雨的机会 瑞瑞玉里浊西富丽 高温21度低温12度 浊西一整天都偏冷的 万荣凤林光复风冰 高温22度低温12度 花莲吉安寿峰 高温22度低温16度 也有降雨的机会 秀林跟星辰明天也有降雨的机会 高温21度低温13度 宜兰大同南澳 高温19度低温10度 一整天都是湿冷的天气 接着来到屏东的 狮子牡丹满洲高温23度 低温17度 接着屏东太武来宇春日高温24度 低温14度 雾台三地门马家高温24度 低温14度 桃源纳马下茂林高温24度 低温12度 加伊阿里山高温17度 低温只有9度 南投仁爱鱼池水里 新衣高温22度 低温要注意会降到只有9度 台中和平高温19度 低温只有9度 接着来到苗栗的南庄 试探台湾高温21度 低温12度 新竹关系 坚持五峰高温23度 低温只有8度 接着来到桃源复兴新北乌来 高温21度 低温会降到只有10度 明天气放晴 不过周山又要变天了 但是很快的周五各地 天气又会恢复稳定 虽然目前天气预测是如此 但是逐渐入春之后 气候阴晴冷暖无常 意思就是说 天气系统会变化得相当快速 因此要建议观众朋友 还是要随时留意气象上的讯息